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附身符 一款是我们的彼达佛 另外一款是昆平将军 昆平将军 昆平将军 这款是有一个原装的妙盒 那我们就先来看昆平将军 我们打开一下 哇 这个是一个彩泥 彩泥制作的彩模 彩泥制作的彩模 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 我们先看看它的整个品相性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做介绍 我们放进看一下 来看看侧面 等一下我们看看背面 它的用料真的是非常的好 看没有 它的用料的话背面的话 是有一个是妙印 然后呢有宝石啊 四个宝石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七龙佛 那波 那波 在后面的 那波 然后后面呢还有两根服务管啊 还有两根服务管呢 大家应该看了吧 它的用料还是非常美的 那这个就是贝壳类的宝石啊 贝壳类的宝石 也可以讲它是珍珠了 也可以讲它是珍珠了 嗯 来 ok 这款的话是龙佛超空热啊 龙佛超空热开关期 不加持了佛律是2564年 那这款的话也是一个全球限量版 只做一百零一尊啊 只做了一百零一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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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并没有做做很多啊 这个昆平将军啊 昆平佛呢 他最早是在八百年前啊 他就开始一直被信徒们所供奉 后来呢 因为佩戴了人之道后 异性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呢可以一幅多气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相处 相处是因此呢 有意求偶的这些男士呢 就变非常的就喜欢佩戴昆平将军了 那昆平将军他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原因是因为他在曾经 增仗 杀船的时候呢 保家卫国 他距离缅甸军入侵 因此呢成为 泰国了哈 不要讲错了 因此呢成为泰国全国人民 拥护的这样一个英雄 昆平将军呢 他长得非常高大威母 而且呢他的样貌也十分的俊俏 受到不少仪性的爱慕 其中呢便有公主 甚至 很多高生学医学习 他通晓法术 能够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闲暇时呢他是以斗鸡为乐 他饲养的这个斗鸡啊 经过他的司法以后呢 变得 啊 消融善战无比啊 每战呢 都能够非常的厉害 因此呢 昆平 昆平将军呢 也被孕育为 一代战神 就非常厉害 这样的一个人物了 那他主要的功效啊 昆平将军主要的功效就是 招财 招贵人员 那异性缘 桃花 这些都非常的好 也非常适合做销售生意人士 人缘交叉的人士 这些佩戴 所以呢不只是男的 就是女的想要佩戴的话 也是可以的哈 也是可以一样的哈 ok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款先吧 接下去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款 第二款呢 他这个是已经有包好了 这样的一个防水壳 而且是挺新的啊 这个是新的啊 不是旧的啊 他这个是在庙就已经包好 这样的一个防水壳 来看一下背面 他这个就是圣粉制作的哈 圣粉制作 那这款的话是大法废 大法废开光起伏加持的 那他的庙呢 是瓦波湾佛利二五十二年 这间庙呢 在泰国是非常出名的一间庙 而且是在泰国排名前二十的 这样的一个庙啊 所以他出的佛牌呢 也是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 已经认可的 你想一想啊 在泰国真的是几万间 几十万间庙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走一段路可能 你们都会看到有庙 真的很多的庙 能够在这么多庙当中 进入前排名前二十的庙 真的是很不一般嘛 所以他的佛牌 大家真的没有的可以共许呢 那么彼达佛呢 他最主要的功效就是 必小人招财 还能够尽心 就是尽心就是 让你能够安静心神 那么在这个安静心神的同时呢 也能够增长智慧啊 安静心神增长智慧 那后面呢 就是必小人招财呢 还能够挡诅 那他除了这个呢 就是吃小人呢 也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在泰国呢 也是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哦 那还有呢 他可以改善我们一些不好的磁场 如果当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啊 不好的磁场已经淋溺在我们周围的时候 他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阻挡在体外 不能进入我们的心里 也不能进入我们的一个身体啊 好这个是彼达佛 那他能够把霉韵这些全部都能够远离佩戴着哟 大家有喜欢这一款吗 这款的话 如果有功勤回去 就可以直接佩戴了哈 不用再去包壳这些了 非常的简单呢 来看看背面 那还没有点订阅的哈 点点订阅好不好 各位真的很谢谢大家支持哈 都看这里了 真的给小妹点点订阅好吗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祝大家都能够啊 心想事成 你天天都能够有好运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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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